着西乡时评部落10月1号举办布农族传统婴儿节 部落妈妈们抱着孩子来参加 接受部落长老族人祝福 过去常年迁徙的布农族特别重视生命的延续 部落事务组长说 借由祭典仪式活动可以传承给下一代制造婴儿祭 过去祖先都会为新生命而举行的仪式 更希望能够把这个只有布农族才有的祭移继续传承 妈妈手上抱着小婴孩 接受部落的长者欺负 以及戴上部落族人自己做的川普项链 最后妈妈再将川普的根部咬碎 涂抹在婴孩的额头上 代表屈鞋带来平安跟健康 这是着西乡古丰村食品部落在进行的婴儿节 那也是要配合在这个季节 是婴儿Masuhalus的民属记忆 所以我们才会办Masuhalus这个活动 那同时在这个活动当中 我们也希望说加入一些 我们自己传统文化以前有的记忆传承 所以我们也加了一些体验的项目 像我们设计 设计还有射箭 还有岛米这些 还有我们的巨木等等这些 主要就是因为这些都是我们在 记忆传承里面 我们很重要的希望把这些 我们自己布农族勇士的这样的精神 以前过去的生活 还有以前我们的文化里面的这些东西 能够一直让我们部落的年轻人来参与一起 婴儿节是由部落祭司进行祈福仪式 家长抱着未满一岁的婴儿来参加 祭司先向众人介绍婴儿的姓林跟家族 部落的妈妈们都把握这一次的机会 让孩子来参加 而邻近的国小师生也都来参与 祝福都一定要用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一定要摇一摇 站在他的这个额头上 就是避嫌那个鬼 以前我们的小孩子如果回娘家 晚上回去嘛都帮 所以都一定要 父母亲都要带着 摇这个东西放在小孩子的额头上 就不怕有什么展身 就是这样子 仪式结束之后 部落长者带领大家围成圈圈 手牵手唱传统歌谣 部落长者说 借由祭典仪式活动 传承给下一代 直到婴儿节 在过去祖先都会为新生命 而举行的仪式 更是希望能够将这个 只有布农祖才有的记忆 传承下去 记者高双双 佐西湘采访报道 就会让我进去 优优优独播剧场